以棒球為主題的國片 捧紅了業餘好手曹佑寧 因為只要他所在之處 都引起超級旋風 最近人都在國外比賽的網球好手 盧彥勳回臺灣後 也迫不及待想見識這部熱血電影 那我覺得這是一定要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應該說這部電影是 真的是把我們臺灣人的一個精神 給放進到裡面 那我覺得當然從這個電影裡面 來講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激勵的一個效果 寶島一哥過去在網球場上的精彩演出 早就帶給球迷不少感動 雖然早就形成滿檔 但如果未來有網球主題的電影要開拍 盧彥勳也絕不會推辭 我會願意配合 只不過拍完電影的曹宥寧 雖然獲得了超人氣 但對於最近密集的曝光 似乎有點吃不消 可能就是比賽前半段的時候 表現得都還蠻好的 但是就是近期的比賽 可能自己也比較 因為就有很多活動 可能也比較累吧 可是可能心態上沒有調整好 最近可能打得比較不好 對 或許曹宥寧可以把握機會 跟體育圈的前輩 盧彥勳好好情意 畢竟這位好手能拼出一片天 強悍的心理素質 始終是他最引以為傲的必殺絕技 未來區新聞 蕭欣昌 張紀元採訪報導